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七七八八,我是七七 等到朋友们看到我现在这个视频的时候 两会已经是正式开幕了 但是就在昨天就有一个让所有人震惊 现在应该不能说是震惊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最近几年 中共或者说是在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共所做的奇葩事情 超出正常人预期的事情已经是太多了 所以这次取消两会后的总理新闻发布会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不能让人接受 老实说至少我其实已经对待这种事情是一个麻木的状态了 因为在我眼里现在的中共政府 他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而且行为已经是非常的不可控了 说的再简单一点 就是说如果以正常人的一个思维去预测 或者说是去预计中共政府他接下来的一个行动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合适的了 那么从国务院之前的调整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总理这个职位呢 差不多已经是一个虚职了 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我看那个李强就是一直跟在这个习近平后面 然后脚步轻快的一个样子 我觉得至少在表面上面他本人是毫无怨言的 当然了在李克强还在的时候呢 习近平他虽然就已经在慢慢的去蚕食总理的一个权力了 但是相对于现在来说还是 当时还是保守的太多 用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吧 我感觉习近平现在他差不多是一个大开杀戒的状态 因为习近平他对自己权力不够大而不满 那么他看着国家二把手手里的这个权力啊 就心痒痒 他呢又想到了这个位置上的 这个上一任跟自己这个不对付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他就拿刀架在人家现在这个现任的脖子上说 就拿来吧你 那么所有有可能跟他跟习近平争权的人 或者是会占领他权力的一个位置 那么不管是谁是什么位置 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 他可能都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吧 而且呢习近平他对于这个权力的痴迷程度 其实还是让我吃惊到了 就是因为毕竟现在都已经是这个时候了 都整个社会也好啊 世界也好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但是这种呢他跟自己所处的时代 去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想法 而且他视这个历史的车伦为无误 这样的人真的就是还挺难去想象的 我之前呢有说过说习近平他非常羡慕朝鲜的这个金氏王朝 但是事实上呢中共和朝鲜的情况 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对吧 所以说如果说习近平他想要在中国去建立一个 像金家那样的王朝的话 那么其实情况肯定是会有所不同的 就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 我觉得习近平他在这方面啊 至少在这方面肯定不是一个傻的 他不可能看不出这些差别来 但是他就是非常自信的要逆流而上 对此其实我真的是一头雾水 或者说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就是习近平他怎么就这么执着于这个极权 而且可以说是已经封魔了的一个状态吧 嗯恨不得他就是 我觉得在习近平的想法里 他觉得恨不得就是全中国都是机器人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机器人 然后呢全部都以他的意志为意志 然后就编码进去他的想法 然后所有的人都照着他所想去做就可以了 相对来说呢就算是秦始皇 那么那么热衷于极权 热衷于权力的一个人 他也知道手下的能人还是得要的 因为毕竟你得需要人去给自己干活嘛 这么大一个帝国 总得有人真的在做事 才能才能发展才能够生存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发现习近平 不管是对于这个 自己手下的人也好 或者是对于中国的人民也好 他好像只要求两个字就是听话 就是你什么属性都可以不具备 你只要听话就可以了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香港现在的情况 其实让我有点明白了 就是因为习近平他对中国也好 或者说对独裁也好 是真的是很深刻的 大家应该现在去看的话 应该都明白了 就是整个疫情的三年呢 其实是习近平他对于中国人的一个 服从性测试 他也是去 因为2019年香港还是闹得太凶了嘛 所以说他可能也是想想一个办法吧 香港给困起来 那么也可以说是正好呢 就作为一个封闭的实验田 来测试一下枪杆之下出政权 这句话的一个正确性 然后呢第三点就是他正好也可以再测试一下 在自由民主下生存的人民能够忍耐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 那么当然了顺带着他也测出了中国一直被 怎么说压迫的这些人民能够忍到什么样的程度 以及他自己的个人的权利和对整个中国的一个掌控力 又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这样这些出来的结果 其实都是会影响他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和判断的 那么三年时间呢 习近平其实一点都不冒进的 当然了这是单纯对于习近平个人的一个对中国的掌握的权利来说的 如果是在这个中国的民生经济教育医疗等等这些方面的话 那肯定就是一塌糊涂了 不过呢习近平他本人显然是只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中国的这个权利有多大 之前呢其实我有说过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 想要掌权的话就是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性 其实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吧 那么现在呢中国外交部 他不停的去强调中国内政 然后让所有人都不要插手 不停的去强调这也是中国内政 那也是中国内政 总之就是你什么都不要问我 他这种说法呢其实就可见一般 就是不管别国就是有没有真的去来管中国的内政 然后中国的事情 只要提到中国的一些政策 那么中国的会立刻谴责 所以说他现在对于合法性呢是一种风声鹤唳的一个状态 那么对于这个没有合法性的领导人或者是政权来说 也许呢事实上并不那么容易的被打倒 特别是你还握着暴力集团嘛 但是他们自己对自己是会就是作贼心虚的在这一点上 所以他们很可能会持续性的自己吓自己 然后从而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 那么话说回来呢 我觉得这个记者啊问总理记者会 就是之后举办的总理记者会 这个问题应该是提前说好的 因为他的回答实在是太独稿子了 就是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我是中心社中心网记者 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 是否邀请国务院总理出席记者会 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谢谢 去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 大会发言人邀请新一届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志 出席了记者会 李强同志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 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党中央局策部署 就媒体和社会普遍关心的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 以及政府自身建设 着了深入参数 以明确整个任期的工作思路 明天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要开幕了 李强总理将做政府工作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受国务院委托 将向大会书面提交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应该说社会的主要关切 在上述三个报告中都有具体的回应 这三个报告经大会通过后 将向社会公布 媒体和公众都能很方便地了解相关内容 同时大会新闻中心将增加部长记者会和部长通道的长次和出席人数 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 就外交经济民生等主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权威解读有关政策措施 对社会关注问题做深入解读和说明 此外 还将举行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 办好代表通道等 为中外记者提供更多的采访机会 统筹考虑以上安排 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 不举行总理记者会 如无特殊情况 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已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谢谢 首先就是在楼清简他听到这个记者提问之后 就是一副 问到这个问题了 让我来好好读读稿子的那个状态 真的让我 绷不住了 那么这个视频呢 其实他给我透露了几个信息啊 就是首先中国的所有发言人 包括总理在内 我觉得今后都可能必须要当一个读稿机器了 这里呢 我一定要用必须这个形容词 特别是在秦刚门的出现之后呢 我觉得习近平他对于外交部这个部门是 决定要下狠手去严格管理了 就是不给他们任何这个自由发挥的一个空间了 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看中国外交发言人说话 就真的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活人了 就是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内容就看起来好像是都不太了解的 然后呢他可能还不太认同 但是他们可能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啊 或者是不被去扔下船 而不得不去当这个提线木偶 不过呢 我觉得就算你是要去当这个提线木偶 你后面写稿子的难道不能去找一个就是比较有水平的吗 还是因为这个审核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没水平的 就是我觉得每次都有一点上文不接下文 然后动不动你就放一堆跟主题无关的一个狠话 或者是呢把自己吹嘘一番 或者就是说那些宣传口号的那些词句 就翻来覆去的去说 就像刚才那个楼庆简他说的那个话 其实就是按照那个模式啊 就是把自己好好的吹嘘一通 然后呢再喊几句口号 最后其实只是最后的一句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已 而且总是一天天警告这个警告那个 然后标榜自己 然后去抹黑别人 他们差不多就是这么的一套套路而已 就稿子翻来覆去都是那样写 然后都没有什么内容的 那么像是之前莫名消失的 秦刚和李尚福他两个人 一个呢已经被这个主动辞职了 那么一个呢就是根据这个楼庆简 露出来的那个后面的一个视频 他一句话呢就被这个去除了这个 人大代表资格 也就是说李尚福这次也不会再露面了 反正这两个人呢 可以说是中共最近的两个这个未解之谜了 他也向所有人证明了 中共向所有人证明了 不管是谁 现在呢习近平都能立刻从各个角度 各个地方 让这个人不存在 而且呢他不需要给出任何的解释 那么再加上他现在又直接取消了总理的这个发言机会 毕竟只可以说是中外记者 中外国记者吧 外国记者就是翘首以盼的一个节目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两会本身呢 是个人都明白嘛 那场面肯定就是同意同意同意 废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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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相对比较无聊的 从去年年底开始呢 习近平他可以说是愈发的横行无忌了 这其实只能证明了一点就是 习近平的极权权力呢 几乎已经是满分了 整个中国呢 差不多都在他的一个掌控之下了 那换句所有人都能懂的话呢 也就是说习近平他差不多 把整个中国的资源呢 都已经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了 他已经可以想干嘛就干嘛了 因为习近平他但凡还有对手 但凡还有一些顾忌 他都不能做事这么不按套路 他几乎是这个传统 心照不宣的一个东西为无物了 现在已经 我们都知道嘛 就算是在道上混的 也是有很多的规矩的 那么更不用说一个国家 不管是跟其他的国家打交道 还是你自己内部去处理一些事物的时候呢 都是会有一个 几乎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认的一个规则 或者是道理在里面 你就算是做做样子 你也得做做样子呀 但是习近平他现在给我的感觉 就是明显是 他现在就是装都不想装啊 大家其实可以跟习近平 他早期的一个执政的状态 去做一个对比 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习近平他要做一件事情 他流程还是要走的 一些规则和形式 他也是不敢随便就忽略或者是打破的 但现在呢 差不多就是 谁能管住哥 哥就是个传说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了 那么其实西方很多国家呢 见到中国的一些负责人 或者发言人的时候呢 我觉得人权之类的问题 真的已经把习近平给问烦了 所以呢以后呢 对外的发言估计呢会越来越读稿子 我们都知道呢 中共向外说的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直接去反着理解 比如说刚刚那个视频里面 他说会提供更多的采访机会 我觉得可以直接理解我 不好意思啊 以后呢就少给你们机会 你们就少问 省得大家都尴尬 话说到这儿呢 其实就是国内的朋友们 真的要打起精神来啊 就是因为习近平的权力 大到现在这个程度 可以说是已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毕竟古代呢 在技术上面就是还是有限制的嘛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一个人他戴上这个无线手套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是看着无线手套去流口水的 第一时间他肯定想要试一试这个力量嘛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 习近平他不管本人个人 想不想让中国往后退 但是他管理国家的这个水平 就已经决定了 中国的状态肯定是要激流勇退的 可以说习近平这个人啊 他的政治权力斗争有多厉害 那他管理国家的本事就有多差 那么这么一个像中国这样子 巨大的一个国家机器 不是靠他权力斗争的那些心眼多 就能让他去运行好的 你是需要就是很多很多专业的人的 但是习近平他肯定不愿意让人分走他的管理权力 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状态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你想要让这个人做事 你就必须要放权给他 用军事上的话来说就是 人人都懂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对不对 因为不然的话他一场仗都打不了 因为什么都要听你的 也就意味着呢 这个国家的运行效率 它会低到一个令人不认直视的程度 或者说如果说什么都以拍马屁 为他们做事的第一要义呢 那么再加上军心难测 这个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 那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来说去啊 现在中共中国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依然还是伊藤博文之前 评价清朝的一段话 说那个中国乃人才纪迹之地 并不缺少人才 但贵国乃专制之地 无论天才地才 一欲专制据为奴才